小妹妹 于28日正式上线海外平台 由台湾滚石移动和听见时代传媒联合发行 海民们可以听了哦 周深开年的热辣滚烫电影主题曲 小美满真的是一首爆款歌曲 小美满在QQ音乐拿到百万收藏 如今这首歌曲的收藏数已突破150万 该歌曲也实现了QQ音乐 酷狗音乐和网音云音乐三平台 均拿下百万收藏的好成绩 恭喜周深 近日很多网友说在央视远宵晚会 在周深新歌《万物温柔相依》时长太短 不过就在今天网上就有了完整版 时长大概三分多钟 比晚会播出版多了一分钟的时间 这首歌无疑是一首耐人寻味的作品 不仅能带给人们心灵的抚慰 也能让人重新认识和感受家人间的爱与温暖 小孩光着脚摆进阳光里 她像沉沉风听着一场春雨 云的平行的阳一扎一扎一扎收进她的眼睛里 老人过着猫台 你在摇一扎一扎一扎在她怀里 有只小猫咪 下的窗 求的雨 一年一年 融在她的皱纹里 什么让世界常涌出个奇迹 人们像在外物温柔着相依 每当我对生活冒出些怀疑 这些可爱的画面就显出了意义 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奇迹 因为相爱接应的心也柔软无比 每当生活让我失去了温柔 那些动人的画面就滴来了光疼的气息 近几年大众接受了周深曾经被质疑的嗓音 周深的歌曲越来越受欢迎 喜欢听她歌的人越来越多 她在央视春晚及各大舞台的频频出现 还有她接二连三的获奖 使她的关注度和曝光度非常快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她的热度居高不下 近几年她的OST演唱歌曲也更多了 这些都说明了她十年的努力 坚持造就了一个年轻歌手周深的成就 这些都是她十年奋斗的璀璨人生 那么可想而知 商业大佬也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他们是会利用这个机会的 看到周深最近代言了一些商品 于是周深的商业价值指数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并且也积累了很高的热度和好口碑 周深的商业价值被挖掘 这是周深除了唱歌以外又一个值得信赖的 好事成双 相信周深代言的商品定会给商家带来好的收益 周深的活力将吸引更多买家 小编相信周深不会让自己过于商业化 他会在商业和艺术之间达到平衡 周深的人生目标就是留在舞台上唱歌 让更多的人听到他 周深采访特级之谈演唱会的意义 我觉得他就很像一个家 我觉得每一次开演唱会都会像回家一样 因为里面都是喜欢你的人都是 都会很想拥抱你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心中的胆量就会变大很多 比如躺着飙高音 比如唱到开心蹦高高 比如一言不合会打滚 这还是我认识的周深嘛 很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对这些一定会出问题的 比如像我在我的那个限定演唱会里面的弹唱 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做到完美 但是我觉得无论它是什么样子 我都愿意去呈现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安全感 所以演唱会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 如果有一天好像没有办法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个所谓的更好 你们还会再忙着 最后说一下周深网传的几个消息 新一季奔跑吧 大概率周深不会再参加 当然目前尚未确定 还有望传周深陈主深将一起参加音宗天赐的声音舞 但小编感觉可能性不大 当然也许蓝台为了收视和流量 认准了周深和陈主深也未可知 一切以官宣为准 从私心来说 还是希望周深在时间精力身体都允许的情况下 能多参加一些音宗 因为在音宗上既能听他唱歌又能看他搞笑 还能追一下现场 不过新的一年周深说 要和他的生米歌迷喜欢他的人多多见面 这也就是说周深演唱会即将到来 生米和歌迷朝思暮想的一天终于要来到了 周深和粉丝一定会度过一个最愉快的龙年 演唱会的精彩程度一定会超过任何音乐节 看完前辈歌手社交方式后的深有感悟 咱们大抱 抱完 你抱我 下次你一见他老师就抱起来 你就变成鲁志森 每一个子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鲁志森还得还得到吧 哦 no 哈哈哈哈 来了 鲁志森怎么也想不到这招还可以用于社交里 你们两个互抽到对方哎 哦 又有相爱啊 这这么多鱼 哈哈哈哈 你又有多鱼 这啥呀这是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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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我啥子 到我了到我了 啥小弟像啥子 我也晓得 哈 周深又晓得啥了 好好笑 我晓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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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到底晓得啥了 晓得 给我们也说一下子呀 那我们也晓得晓得 周老师平常大家怎么成功 周深的回答总是那么值得期待 大师 哈哈哈哈 错不了脸 哈哈哈哈 新歌 新歌 对 周深 催了舞台到底有问题 第四个月 第四个月 当年轻的月份 第四个月份 曾經過